系统要求我攻略男主 一个从小拥有独心术 长大后心狠手辣 冷心冷情 阴郁孤僻的病骄 我沉思片刻 选择在男主一岁时进入世界 系统 从今天开始 我会成为他的监护人 让他执法守法 尊重女性 乐观向上 好好做人 我面不改色 优秀的攻略应该从教育开始 系统被我说服 你是对的 于是那天大雪纷飞 我抱起了被一气在医院的一岁男主英赫雪 六年后 在我开的福利院里 他奶声奶气的问我 院长 攻略是什么意思 我摸了摸他的头 意思是 我要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关怀和爱 七岁的英赫雪 眼睛亮晶晶的 开心到转圈圈 我也爱院长 在他身边 男主未来的下属 合作对象 死对头 白月光纷纷围住我 叽叽喳喳的说 我最爱院长 系统 男主好感度满集 宿主任务完成 还可以这样 工作猝死之后 我被迫绑定系统 接了一个攻略任务 系统传给我原来的内容 我看着资料里 清俊冷漠的少年 陷入沉思 他正被人踩在脚底 电体鳞伤 眼神充斥着一种无低质的灰色 漠然到像是脱离了整个世界 系统一板一眼的说 等你进入世界后 可以把他捡回家 但他这时候在外打工 受尽欺凌 有可能会不信任你 所以你需要用爱感化他 另外 他有一个儿时的青梅 那是他的白月光 根据检测 在他和白月光重逢之后 你们会产生误会 我打断了他 他多大了 看上去才十几岁 他卡了一下 这是他十四岁的照片 那他为什么在外面打工 我皱眉 这种时候 他应该要读书吧 系统 他没钱 辍学了 义务制教育是九年 福利院也应该负责他的学杂费 我指出问题 他进入的福利院并不规范 系统被我迷惑了 是 是这样吗 看来这个地区这方面的体系也不完善 我成因片刻 你把我送进这个世界吧 我已经想到该怎么做了 系统精神了 那么你要选择哪个时间节点 是他十四岁被客人辱骂的时候 还是他十八岁昏迷在巷子里的时候 还是他二十三岁 我说 那当然是他一岁的时候 系统 因赫雪刚生下来时体落多病 他的父亲不祥 母亲难产而死 他的远房亲戚在他一岁大的时候 就将他遗弃在了医院门口 那天寒冬腊月 大雪纷飞 因赫雪发起高烧 丧失了部分听力 但他偏偏拥有属于男主的金手指 读心术 从那天起 他的世界明明沉默无声 恶意却扑灭而来 我站在医院门口 看着怀里睡得很香的小婴儿 毫不客气的说 既然要攻略 你应该给我开点外挂吧 比如金钱之类的 不然男主就饿死了 这样真的可以吗 系统在帮我开完外挂后 有些忐忑不安 第十三次这样问我 要不我把你传到十年以后吧 做人不能太禽兽 我摇了摇手指 我现在二十二岁 攻略这种事 一岁可以 十八岁不可以 十六岁不可以 十一岁更不可以 系统 他沐浴在正义和法律的光辉下 有些恍惚 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走吧 我说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 我该查一下 如果要开继承一家福利院 需要什么资质 英和雪待的那家不爱福利院 实在是管理松懈 不过无所谓 我可以帮忙整治 我把小婴儿的强宝裹紧了一点 带她走进了医院 希望现在不晚 她的听力还有救 系统帮我做了身份证明 我先将英和雪 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随后就去接手了 那所看上去破破烂烂的不爱福利院 这所福利院内倒闭多年 没有小孩 也没有护工 直到今年才被临时接管 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 百废戴心 我之前的工作就在福利院 对这一切流程熟悉无比 更何况 还有系统的帮助 英和雪是弃因 医院交由警局后 在我的一番操作之下 英和雪被我收养 进入不爱福利院 成为院内的唯一一个小孩 和剧情一模一样的走向 但不同的是 这次的福利院院长换成了我 我一边照顾英和雪 一边重建整个福利院 有条不紊的完善院内的基础设施 一切都进展非常顺利 系统对此大受震撼 因为英和雪对我的好感度 节节攀升 已经到了80 我毫不意外 几岁的小孩 最亲近的肯定是天天照顾她的人 虽然英和雪还不懂什么叫爱 但她早已学会 在我去抱她的时候伸出双手 并对我露出一个傻乎乎的微笑 每当这个时候 系统就会自言自语 怎么会这样 还能这样吗 原来可以这样 我没理会她的恍惚 抬头看着面前 焕然一新的福利院 满意的说效率不错 就是不知道附近 有没有配套的教育设施 我看了这块的政策 福利院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学校的 只是不爱福利院显然不够格 还需要我多加努力 系统 她听不懂 选择沉默 因为送去医院及时 再加上我照顾的好 英和雪的身体十分健康 三岁的时候能跑能跳 还会奶生奶气的喊我院长 小小的英和雪问我 院长 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抱着她 告诉她 她来到人间那天 正好下了雪 而她的妈妈 恰好很喜欢赫 她还太小 不能明白死亡和分离的意义 但我也不愿意因此 抹消她名字的来由 英和雪似懂非懂 我的名字是妈妈喜欢的赫 妈妈也喜欢我 是 我摸了摸她的头 她很爱你 她就高兴了起来 又露出了傻乎乎的笑容 教会英和雪写自己名字那天 我问系统 你们系统也分很多种的吧 嗯 系统被我问住了 认真的思考起来 我不知道 但我们都是攻略系统 你们 我听出端倪 你有同事吗 有的 但是我没有名字 他们难道都有名字 他们都给自己取了名字 系统呆呆的说 我之前认识的好朋友叫小慈 还有小景 小一 小诗 我问 那你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 给自己取个名字呢 系统迟疑了几秒 可是之前有别的同事说 他们不务正业 取名之后就去干别的事了 你也可以干别的事 比如和我一起经营好这所福利院 我说 但我同时也在攻略 所以这并不算不务正业 这样吗 小福 好听 他扮上没动静 但我猜 他大概是和自己的朋友们 分享喜悦去了 福利院正式重启那天 我带着英和雪 迎接新来的小孩们 我看了资料 大概是因为剧情引力 英和雪曾经的小青梅 之后的白月光 安然也来了 他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死亡 之后被送往福利院 八岁那年 养父母带他移民国外 剧情并未过多琢磨这一块 但安然从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姑娘 发展成后面那种经典恶毒女配形象 这段出国的经历必定不太愉快 我仔细甄别 发现那对养父母 其实根本没达到领养的要求 还是福利院的规范问题 于是我看着面前的小姑娘 怯生生的模样 蹲下身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 然然乖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她懵懂地看着我 大约是我的眼神十足耐心 最是敏感的小孩 感觉不到丝毫恶意 她小心翼翼地伸出肉糊糊的小手 捏住了我的手指 小女孩白嫩可爱的脸上还挂着泪痕 却被我乖乖抱在怀里 吃着我送的糖 露出今天第一个笑容 细声细气地学着喊我院长 英和雪则绷着小脸 有些紧张地带新来的小朋友们参观福利院 这是我郑重骑士布置给她的任务 她也颇具责任感 很有前辈的风范 在一群新来的小朋友间穿来穿去 我看她一会安慰那个别哭了 一会送这个一颗糖 一会又握着小拳头发誓 这里绝对是最好的福利院 不由得玩耳一笑 下午我带着小朋友们睡午觉 英和雪看上去很兴奋 根本睡不着 甚至悄悄对我说 院长 今天来的小朋友 我最喜欢陆衡了 他好酷 我 咦 是吗 陆衡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 我看着那个叫陆衡的小男孩脸上的胎记 总算想了起来 这不是英和雪未来的死对头 那个黑帮老大陆衡吗 我 看来得把普法课程提上日程了 陆衡这孩子现在看上去很胆小 低着头不爱说话 因为脸上那一大块胎记 再加上天生智力低下 他被自己的父母遗弃了 遗弃可是犯罪 我看着陆衡自卑难过的神色 把英和雪领了过来 他大大是听到了我的心声 露出想哭的表情 闷闷不乐的说 院长 陆衡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吗 悠悠读心术的英和雪 从不在我面前隐瞒这件事 但他和我拉过钩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因此我也认真的说 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做是不对的 是要被抓起来的 英和雪似懂非懂 我想和他交朋友 那就带他去花园里玩一玩吧 我说 你上次不是告诉我 想和小伙伴一起玩敲敲板吗 英和雪眼睛亮了 但很快又粘了 可是现在是午睡时间 没关系 这次是特例 我摸了摸他的头 贺雪 以后我们都是陆衡的家人了 我想要陆衡开心起来 你能做到吗 英和雪元气满满 能 我打开了花园的门 招了招手 看着两个矮矮的身影小声 欢呼着奔向了阳光下的敲敲板 我回到了宿舍 果不其然 一颗颗小脑袋滴了下去 我忍郡不禁 都睡不着吗 鸦雀无声 只有安然抬起头 指了指窗外的花园 乃声乃气的说 我想和院长一起玩 那就一起去花园玩吧 我笑匿匿的说 不过 现在是午睡时间 下不为例哦 好 本来拘谨不安的小朋友们 顿时眼睛亮了 一起回应我 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奔向了花园 我慢悠悠的跟在他们身后 和小夫聊天 为什么他们对你好感度都这么高啊 宿主 我从来没见过 这样快的攻略进度 你知道一个故事吗 我想了想 被封在瓶子里的恶魔 曾经承诺 如果有人放出他 他将会给予那个人 无边的权利和财富 然而在数年后被捡到后 他反倒对放出他的渔夫心声不满 认为渔夫来得太晚了 我的资料库中有这个故事 爱是同样的道理 我与其平静 攻略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换 付出爱 得到爱 但如果他们从小就没有得到爱 你觉得那些伪装的不纯粹的爱 能换来什么 所以如果我在十五六岁时出现 在贺雪的心里 当然不可能比得上 从小一起长大的冉冉 为了攻略成功 宿主才选择进入一岁的时间点啊 不完全是 我露出一个微笑 抱起一个向我跑来的小朋友 摸了摸他的头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是 攻略这个词太过宽泛 我说 这个世界上的爱有太多种 教会他们这件事 当然也叫攻略 宿主 你真的和我遇到的其他人不一样 你才见过多少人 你在我眼里也只是个小孩子 我抱着小女孩坐上鞦韆 也许在你们的检测里 攻略曾经是我的工作 你才会选上我 哎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有些困惑 但以前也有好多人爱着你啊 宿主 是吗 我顿了顿 很轻的笑了 我以前是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 我是沾家不折不扣的怪胎 兄弟姐妹们都有自己远大的志向 要么接管公司 要么在艺术领域大放异彩 只有我 一头钻进了小县城 支教几年回来后 又去特殊学校里做老师 最后索性自己开了一家福利院 大多数孤儿都不是健康的孩子 他们往往拥有着各种的身体 或心理缺陷 一开始 我的家人来探望我时 总会被我身上一些伤痕吓到 他们也不止一次问我 詹灵溪 你是不是疯了 外人更是无法理解 詹家子女从小养尊处优 为什么偏偏出了一个浑身上下 没有半点贵气的詹灵溪 但人的一生 总会出现那么一两件 彻底改变自己的事情 但我无意评判什么是高尚 什么是低俗 也无意用一些观点堂皇的话 去证实我有多脱俗 事实上 我也只不过是云云众生中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只是恰好 选择走上这样的道路 于是我对这些质疑与嘲讽不以为意 微微一笑 我和你们一样 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小福问我 所以那件彻底改变你的事情 是什么呢 谁知道呢 我说小时候的记忆 我都很模糊了 但应该是有这么一件事的吧 其实我还记得 我记得我们学校 曾经举行过爱心活动 我们穿着蓬蓬裙和小西装 去隔壁的特殊学校送礼物 但那天我们没有见到 特殊学校的任何一个学生 我听到他们的老师说 怕他们伤到他们 所以把他们锁进了宿舍 我们把书和衣服 放在他们的桌椅上 再拍几张照片 就要离开了 我看见那张桌子上摆着一本书 是一本童话书 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 小新问猩猩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想知道 它好吃吗 那本童话里 贴上的猩猩都是糖果 小新看不见猩猩吗 那童话书的主人呢 他没有吃过糖果吗 我看着身上精致的小裙子 从口袋里费力的 我掏了一颗糖果出来 悄悄加进了这本书里 离开之前 我向那栋宿舍楼看了一眼 我看见几个脏兮兮的小孩 挤在窗户前 看着我们 我忽然有点难过 我只带了一颗糖 也只放了一颗 只能让一个小朋友尝到星星 我过了一周连轴转的生活 新一批孩子的入院 给着分寸土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也带来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宜 小道给孩子们供应的牛奶品牌 大到新的福利院老师的招聘 这一切都需要身为 光感司令的我亲力亲为 幸好我有作弊力气小福 他可以帮我监管孩子们的状况 以免他们出意外 否则我就是分裂成三个人 也忙不过来 我们福利院的规模并不大 我早就招好了做饭阿姨 清洁阿姨 医生护士和护理员 但文化教员的职位太重要 之后我还要去谈开班上课的事情 必须要招到足够靠谱的人 几轮面试筛选后 我终于招到了一个 最合乎我心意的人 那是一个光问外貌 都能和明星相提并论的姑娘 她很年轻 留着齐尔的短发 唇红齿白 性格温柔 眼角还有一颗烟红的质 坦白来说 我大约能察觉出她家境不差 无论是从谈吐还是气质来看 这应该都是一个从小被骄养长大的女孩 但她偏偏肤色略黑 双颊上还有被高原日照聊过的陀红 我叫安若春 那女孩眼眸亮得像星星 詹院长 你好 我也对她伸出手 若春 你好 安若春的入职让我有了更多时间 去操心这群小孩上学的事情 有条件的福利院自设课堂 没条件的福利院一般都给孩子们办理走读 考虑到其中几个孩子的特殊性 我决定设置不同的班级 给他们分班上课 各种手续办完以后 我带着安若春又招收了一批新的认可老师 正式开始了院内课程的教授 福利院内的孩子不算多 因此我也只分了一个班 名字是明主选出来的 小朋友青睐青苗两个字 于是不爱福利院的第一个班级 青苗班就这样诞生了 这方面的事情我一直格外有经验 安若春明显也做足了功课 因此课程的开展十分顺利 其实在小孩的启蒙阶段 更该做的不是传播知识 而是培养习惯和形成人格 我开设了故事课 每天都会给他们讲一个故事 在童话世界里 天总会放晴 坏人总会失败 公主会遇见王子 丑小鸭也会变成美丽的白天鹅 随手救下的小动物都会回来报恩 生活当然不止童话 也许当他们长大就会明白 现实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 但我依旧希望他们能相信童话 不过故事课上完之后 安若春明也会来给他们上安全教育课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可以教他们善待世界 却也需要有人告诉他们 不是所有人都心怀善意 一定要足够警惕 学会保护自己 银鹤雪被我认定为轻鸟般的班长 小小的男孩就此觉醒了责任意识 每天都在为班级的和谐努力 小班长大部分时候都斗志昂扬 但偶尔也会有挫败的时候 比如今天院长 今天陆恒哭了 他闷闷不乐的趴在我的膝盖上 我听到他在想 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要他 陆恒自从进入福利院后 开朗了许多 但偶尔在傍晚还是会偷偷流泪 银鹤雪无法帮助伙伴解决这样的烦恼 只能来询问我该怎么做 在我的描述中 他的妈妈很爱他 所以银鹤雪不明白 为什么陆恒的父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我摸了摸银鹤雪的头 小鹤人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父母并不爱自己的孩子 银鹤雪敏纯 那为什么要生下他 有很多小朋友 连伙伴都没有 银鹤雪瞪圆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 真的吗 是 我为银鹤雪提出建议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 你可以和陆恒一起 去保护这些和他一样的小朋友 银鹤雪认真听着 站了起来 大大往外跑 我去和陆恒说 院长再见 我笑眯眯的说 去吧 小鹤 事实上 在原著里 陆恒是一个极具保护狱的人 他手下的人都是流浪的混混 这群人大多无父无母 我不太相信这是巧合 尽管剧情给出的照片里 那个脸上有胎记的男人面容可怖 神色冷烈 好似没有丝毫感情 但也许 在他的幼年时光里 他也曾渴望过这样的病户 都说人在长大后做的一些事 是出于对童年的代偿心理 我若有所思 至少这一次 肯定不能让陆恒做黑帮老大了 开设课程的第一个秋天 我宣布了一个消息 明天全院不上课 一起出去秋游 以往 为了方便管理 又考虑到安全因素 这群小孩很少外出 更别提集体外出 秋游的地点依旧经过民主选举 定在了动物园 我也有联系过几家 类似于科技馆 博物馆 植物园的地方 最后发现只有隔壁市的 南城动物园最合适 听说是福利院的孩子来参观 动物园的园长 直接大气地表示免了门跳 甚至愿意包园内午餐 只需要我们自行支付 来回交通费用就行 我去查了下 发现南城动物园还挺有名的 因为动物园环境很好 里面的动物也很有灵性 甚至曾经和娱乐圈内 某知名大公司拍摄过合作综艺 那档综艺迄今 都拥有着极高的热度 南城动物园的园长也很出名 一是因为他长得帅 二是因为他一直致力于 生态保护和动物保护方面的 公益事业 出于好奇 我和小福一起找了园长的照片 过分年轻 也过分俊美的一张脸 小福忽然啊了一声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什么了 小福 我以前听朋友们说过 最最最开始自己给自己取名字的同事 其实并不一定都是系统 也不像我们那么智能 总之 以前有一个叫小林 他其实算得上是一种意识 能和世间万物沟通 然后他选择了一个性计的宿主 技家拥有了和动物交流的能力 也答应了他 要一直保护森林和动物 这是他们之间的承诺 我看了演员长的名字 所以他是技家后人 小福听起来很高兴 遇到同事了呀 我笑了笑 你以后会遇到更多同事的 南城动物园和我连线的是个年轻女孩 微信名叫小温 人如其名 生险温吞 耐心又温柔 詹院长请放心 当天我们动物园会减少门票售出 也会安排员工随行讲解 小福 他身上也有小林的气息 不对呀 怎么还有小辞的数据流 小辞又是谁 我还没来得及问 小福就自言自语着消失了 我猜测他去和自己的朋友联系了 不过 既然和这群可爱的系统们扯上了关系 足以证明南城动物园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我回复小温 那就麻烦你们了 小温发来一个笑脸 不客气的 秋游的计划让福利院的每个小孩都兴奋不已 每天都叽叽喳喳的讨论着想去看的动物 安若春不放心 一遍又一遍的和他们叮嘱安全事项 还细心的给每个小朋友设计了青鸟手巾和秋游旗帜 旗帜会插在他们的小包包上 手巾则是鲜嫩的青色 系在小孩子们的手腕上 编成一个蝴蝶结 手巾上映着我们几位老师的联系方式 以防他们走丢后不知道该怎么回来 我把二十几个小朋友分成了四组 小组长是他们自己选的 都有着自己的组旗 要负责同队的组员不能掉队 第一次外出 小组长们都等着小脸 和我保证一定会看好大家 既期待又紧张的样子 我包了一辆大巴车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天刚蒙蒙亮 我们就出发了 南城动物园名不虚传 满眼律意 生机勃勃 小温是个年轻女孩 五官秀美 还有一双目眼 模样乖巧 看上去年纪也特别小 专院长你们好 她穿着工作服 和我们打招呼 我是你们今天的指引员温卫熙 啊 安若春却像是想起什么一样 悄悄在我耳边说 院长 我以前在电视上见过她 她当时参加那个综艺 可火了 我和温卫熙打完招呼 出于好奇 在网上搜了一下她的视频 若目第一条 标题就格外劲爆 且看蒙女徒手训蒙虎 谁 小温 我表情一顿 外表看上去乖巧可爱 如邻家妹妹的温卫熙 带着我们进了园区 然后神色如常的 和一旁的老虎打招呼 菲菲 她对那只呲牙咧嘴的大老虎说 离远一点 别吓到小朋友了 然后那只老虎仿佛听懂了她说什么 乖乖后退几步 坐在了地上 哇 空气寂静片刻 小朋友们发出了欢呼和尖叫 小文姐姐好厉害 安然后退一步 抬起亮晶晶的眼睛 拽住我的衣角说 院长 大老虎刚刚叫两声 是不是很想出来和我们玩 英贺雪是行动派 她好奇地问温卫熙 小文姐姐 菲菲在说什么呀 嗯 温卫熙的表情忽然尴尬了起来 但还是维持着脸上的微笑 她饿了 哎 她没吃早饭吗 吃了 温卫熙扶了扶额头 但是又饿了 英贺雪迷茫 怎么会又饿了呢 陆恒发表看法 她好能吃啊 结束虎原的参观 我们又去看了贺园 猴园 飞禽馆 午餐是南城动物园准备的 他们提前在水族馆旁边 布置了草坪野餐铺和小点心 一旁就是天鹅湖 小朋友们一边看天鹅一边野餐 个个都玩得很开心 饭后 收拾好了垃圾 意犹未尽的小孩们进入了水族馆 园长准许 我们可以和海豚还有白金亲密接触 英贺雪眼睛亮亮的 园长 海豚好可爱 安然也兴奋极了 他顶我的手呢 陆恒默默站在一边 看着水里的白金 叫小白的鲸鱼乖巧地蹭了过来 天生上扬的嘴角 让他们看起来一直在微笑 陆恒看着这只微笑的天使 由于片刻后伸出手 小白用鼻子 隔着玻璃蹭了蹭他的手 一向沉默寡言的男孩 就好像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 嘴微微张开 敏唇半天 还是忍不住露出一个笑容 小白围着这块玻璃 转了好几圈 歪歪头 陆恒也跟着他歪歪头 我看着玩得不亦乐乎的一人一惊 玩耳一笑 院长 真好 安若春站在我身侧 亲生说 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么开心 一直待在福利院里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说 等到他们再大一点 就该送他们出去上学了 可是 安若春明显有所顾虑 不用担心 我神色不变 能刺伤他们的恶意 我们没办法一辈子隔绝在外 但是总还有别的办法的 伤疤这种东西 只有当自己在意的时候 才会疼痛 如果并不在意 那我们将坚不可摧 动物园之行大获成功 回到孤儿院的小朋友们都不用催促 自发地写了周记交上来 就连上美术课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地 画着动物园里的小动物 我见他们实在对动物园念念不忘 索性把南城动物园的那档综艺下载了 每周末给他们播放一期 这无疑成了每周最受欢迎的活动 有时候他们连小点心都不吃了 就会在周末排排坐在活动室 入冬后 我和安若春为孩子们采购了新的冬衣 安若春说道 院长 今年年省过了 明年就要进新的孩子了吧 不仅如此 明年我们福利院就正式开放允养资格了 我舒口气 这个不急 领养的家庭要好好看看 安若春赞同的点头 不爱福利院规模不大 就算再进小孩 估计也最多来十几个 不过没关系 再过几年 等我申请到更多资金 就能扩建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想吃火锅吗 路过一家香气浓郁的火锅店 我问道 安若春一愣 但是我们该回去了 明天改善一下伙食吧 吃小火锅 我对他眨眨眼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安若春看着我 神色忽然变得很温柔 他蜿蜒笑了 院长 我有时候觉得 你和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有些方面像 有些方面又不像 他合住双手 亲喝了口热气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都晃了下神 你是不是想他了 我说到 过年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看他 我是有点想他了 安若春皱了皱鼻子 不过 这种话我也不好意思对他说 我听出端倪 是你的亲人吗 她是我的姐姐 他说和你一样 她也是一名老师 我有些意外 但好像又不太意外 人的一生 总会遇到一两件 改变自己的事 亦或是人 新的一年要到了 跨年前夜 北城下了一场小雪 我组织孩子们 一起堆雪人 打雪仗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只有鹰鹤雪 一声不吭地坐在台阶边 拖着下巴看天空 我给他们买了冬季三件套 他摘了一只毛茸茸的手套 接着天上飘落的雪花 我大概明白他在想什么 我告诉他 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下雪天 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妈妈 他大概就觉得 每一次下雪 都是妈妈回来见他了 可他没做多久 就被陆恒和安苒一人 一只手拉走了 小鹤快来在雪地里画画 我和陆恒都画完了 就差你了 安苒小脸动得红扑扑的 表情却很兴奋 我画的是小鹿 陆恒画的是小金鱼 你要画什么 鹰鹤雪蹲下身开始画画 十分钟后 安苒满脸疑惑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毛毛虫吗 像母鸡 陆恒看了半天 下结论 刚刚还等着脸装酷的鹰鹤雪 顿时瞪圆了眼睛 才不是 这是单顶鹤 是鹤呀 我被小朋友拉来评价 憋着笑说 的确是鹤 鹰鹤雪 院长你心里明明觉得 我画得像毛线团 插了两根筷子 我 哎呀 被发现了 好了好了 我摸了摸鹰鹤雪的头 院长帮你画一只鹤 怎么样 本来还气鼓鼓的小男孩 顿时心花怒放 雪地活动结束 我催着他们进屋 用热水洗手洗脸 以免感冒 福利院的新年并不孤单 有不少人来探望我们 安若春也没走 问他 他只说这是和 不爱福利院 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新年 他希望陪着孩子们 我们贴好对联 一起看春晚 一起做游戏 然后一起许愿 我给每个小孩 都准备了一份红包 那里面是送给 他们的礼物和寄语 与此同时 我也收到了27张 写着自己愿望的纸条 他们年纪太小 刚到9点 我就催着他们上床睡觉 然后回到办公室处理事务 临近零点 我的肩颈有些酸疼 刚想自己揉揉 一股温暖的力量 却预贴了筋骨 驱散了我的疲惫 我一顿 小福 宿主 他说 还有五分钟就过年了 是啊 我说 时间过得真快 我放下笔 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落雪 然后站起身 来到孩子们的宿舍 为他们一个一个盖好被子 新年快乐 灵溪 新年快乐 小福 英贺雪 安然和陆恒七岁的时候 我把他们送进了隔壁的小学 这两年 院里扩建了一次 进了新的孩子 也有孩子被领走了 年纪最大的 还是他们三个 英贺雪和安然很受欢迎 不少夫妇提出领养他们 其中不乏条件极好的那种 但他们俩都不愿意离开 英贺雪说 我还是轻鸟班班长呢 不能走 安然也说 我走了 陆恒和小贺怎么办啊 开学第一天 他们三个人从学校出来时 我敏锐地注意到 安然和英贺雪神色有异 反而是陆恒 很淡定乖巧的样子 和我打招呼 院长 看见了等在校门边的我 英贺雪和安然一愣 随后蹬蹬蹬跑了过来 院长 你怎么来了 我看出他们极力掩饰了自己的心情 于是也不多问 你们还小 我有空的话 肯定要接送的 院长最好了 安然抱着我的手臂 今天是不是有可乐即吃啊 我牵起他的小手 每次开学第一天都有的菜 今天怎么会没有啊 安然捏着书包袋子欢呼一声 双手一伸 直接抱住我 英贺雪和陆恒跟在他身后 眼巴巴地看着我 还有糖醋排骨和瓷巴鱼 我用空着的手摸了摸两个小男孩的头 怎么少得了你们喜欢的菜 陆恒泪脸一下 敏唇一笑 英贺雪却抬起眼 对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灿烂笑容 她明媚的模样和记忆中的那张照片大相径庭 我动作一顿 片刻后 欣慰地弯起了唇角 无论如何 她在向好的方向变化 这是我的初衷 傍晚 处理完工作 我正思考要不要找陆恒问问今天发生的事 走出办公室 就听见后花园传来声音 没关系 我向花园走去 就看见三个小朋友排排坐在滑题边 安然和英贺雪都垂头丧气的样子 只有陆恒在安慰他们 没关系的 但他们都说你 安然愤愤不平道 我都听见了 我们院里都没人说你 英贺雪说 大家都觉得你脸上的快快很酷 那是因为 陆恒好像也急了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呀 安然问 英贺雪抬起头 你不要急 慢慢说 嗯 小赫 是你和我说 院长告诉你 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 陆恒沉默了片刻 才拖着小小的脸蛋 一本正经地说 有的妈妈不爱自己的小孩 有的妈妈爱自己的小孩 所以 我都觉得很怪 很吓人 都是一样的 安然 我是怕你难过 怕你偷偷哭 我不会了 陆恒摇头 我 你们还记得吗 上一次冬天 院长带我们一起画画 嗯 英贺雪问 是一起在脸上涂颜料那次吗 院长说 可以画公主 王子 骑士 小恶魔 英雄 然后他给我画了一个面具 说我现在是假面骑士了 对 你那天可受欢迎了 大家都只想和你玩 安然说道 陆恒 你那天真是好酷 但我知道 院长是想告诉我 没有关系 陆恒说 我本来觉得自己很丑 但院长告诉我 我是最酷的小孩 我后来 就再也不觉得自己长得丑了 陆恒年纪最大 这段话让安然和英贺雪 听起来都觉得似懂非懂 所以 没有关系 别的小朋友说我都没有关系 陆恒走看看又看看 而且 我还有你们呀 你们会帮我讲道理 院长是我最喜欢的人 你们一起排第二 我也是 哎 我也一样 最喜欢院长 然后就是你们啦 我站在墙后 听着纯真治愈 不由的失神 随后玩耳一笑 等三个小朋友拉好钩 说要一辈子做好朋友以后 我才倾可两声 往花园里走去 院长 带我抓到偷溜出来的小朋友们 惊慌失措的站好 乖乖低头 我却没责怪他们 只是带着他们回了宿舍 送他们进门之前 我蹲下身 耐心的说道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告诉我 你们可以自己解决 但解决不了的 院长一定会帮你们 见我没有指责他们不睡觉 偷溜去花园玩的事情 英贺雪绷着的小脸放松了下来 率先硬道 好 灵溪 男主好感度满了 小福陡然激动起来 任务完成了 也就在这时 英贺雪小声问 院长 攻略是什么意思呀 我一愣神 差点忘了 小贺还会读心术 他总有一天会知道 我是因为什么来到他的身边 也总有一天会知道 我从一开始 就接到了名为攻略的任务 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的眉眼温和下来 意思是 我要让你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关怀与爱 我想教会你的东西 是世间千百种的爱 是如你一样 无数个福利院的孩子缺失的东西 我想告诉你 春天终将到来 被一气在世界一角的你们 也拥有享受阳光 雨露与威风的权利 会有小鸟 停气在你的窗边 为你唱歌 你会遇到自己的幸福 同时 也会拥有光明灿烂的未来 春日托我来信 告知你无数则人间童话 小贺 我希望你能平安健康的长大 这与我的攻略任务无关 仅仅是因为 你与我曾经照顾的 无数个孩子一样 我从你们的眼里 看到了星星的痕迹 这一次 我不再只拥有一颗糖 我想成为那个 制造糖果的人 终有一日 能让你们这些孩子 都知道星星的味道 英和学似懂非懂 却还是伸手抱住了我 我也爱院长 我拍了拍小男孩的头 没有关系 是因为你已经明白了 爱的含义 你懂得世界上爱有千种 就不会轻易去 践踏任何一份爱意 安然和陆衡也轻轻抱住我 我也爱院长 我们的声音传进了宿舍 黑暗中 一双双眼睛纷纷睁开 刚想离去的安若春 被身边的小手拉住 我喜欢院长 我也喜欢院长和安老师 我喜欢的人可多了 还有做饭的刘阿姨 和门口的陈爷爷 我还喜欢每个月 来看我们的小温姐姐 还有上次给我们 送衣服的小鱼姐姐 刚将小孩们哄睡的安若春 被一群孩子抱住 看向门口那一道 同样被紧紧抱住的身影 无奈又温柔地笑了 好不容易将一群 叽叽喳喳着表白的小朋友们 再次哄睡 我和安若春关上了宿舍的门 屋外月色正好 皎洁明亮 流淌在地 如同滚落的玉珠 又是新的一年 北城的每一年冬天 仿佛都会下雪 我靠在窗边 看着在雪地里 打闹玩耍的孩子们 今年他们有了新的花样 要跟着科学课老师 去观察雪花的形状 安若春步履轻盈地 来到我身侧 假气批了 回去吧 我尚未抬眼 已经说到 若春 你都好久没回家了 不用了 安若春摇了摇头 眼里有血而易见的喜意 院长 今年初二 姐姐就带着他的学生来看我们呢 说给我们院当义工 学生 我有些愕然 多大了 是我姐姐带的第一届学生 现在都毕业了 安若春眉眼弯弯 院长放心吧 走流程的 而且我姐姐人很好 他 解控安若春滔滔不绝 我笑而不语 只是点点头 看来今年院里 又会很热闹了 初期当晚 我照例哄一群小孩去睡觉 然后一个人坐在了办公室里 小福不声不响地为我提供按摩服务 我也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 随口问道 小福 你什么时候走 从和他绑定起 当小贺对我的好感度到达一百后 小福只是高兴了那么一瞬 随后就对离开的事情闭口不提 一直陪我到现在 但这一次 小福没有像往常那样沉默以对 或是说过段时间吧 而是轻轻落在了我的掌心 他很少以这种形态出现在我面前 一团软乎乎的光球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灵溪 一向木讷的小福结结巴巴半天 终于完整地说完了一句话 我不想走了 我有些惊讶 又好像没有那么惊讶 为什么 因为我有了自己的名字 他说 我叫小福 我想和你一起 把不爱福利院建设到最好 我久久没有说话 他好像忐忑了起来 你不愿意吗 你不愿意我陪着你吗 当然不是 这一次我回答得很快 我只是很难形容自己这一刻的心情 我也很难形容 他听起来十分开心 我好像和我的朋友们一样 都有了想做的事情 我有了自己的名字和最好的宿主 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 我也为你感到高兴 我摸了摸手中的小小光团 如果这是你的意愿 那么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吧 窗外落雪纷纷 屋内却温暖如春 我依照惯例走出办公室 去给宿舍的孩子们盖好被子 但我刚推开门就愣住了 只见办公室的门口 挂着一个贴了星星灯的玻璃罐子 罐子里装了一张又一张的塔片 我伸手取下了罐子 最大的那张卡片上 有着我熟悉的字迹 甚至有些字还是用拼音写的 但一笔一画都极为认真 院长啊 这个主意是七秒班 全体小朋友一起想 没错 但是你的门太高了 只能让安老师帮我们挂上去 我们每个人过生日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院长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所以问了安老师 才知道院长的生日 是在春天来的这一天 但是我们都要睡觉 所以不能在晚上 和院长说生日快乐了 我们都是乖小孩 很听话的 院长 新年快乐 生日快乐 我们都写了悄悄话哦 你要藏起来自己看 新疗班全体小朋友 婴鹤雪 安然 陆恒 无瑶 每个小孩的签名 都端端正正的写在卡片上 一个不多 一个不少 院长 院长告诉我 我遇见妈妈的那一天 下了雪 是冬天 我不知道我遇到院长是哪一天 但我觉得是春天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是童话里最美丽的季节 也是我遇见院长的季节 我把春天的第一封信送给院长 因为我最爱院长 银鹤雪 不知道是哪里放了烟花 天空树尔 展开绚烂花朵 新年快乐 生日快乐 灵溪 新年快乐 我抱着星星罐 读着这封春日来信 轻声说 曾经小福问我 如果有一天 银鹤雪知道了 我是来攻略它的 会怎么样 我当时想了想 对他说没关系 就像我对银鹤雪说的那样 没关系 爱无贵贱 只分真假 这个世界上的爱有许多种 有条件的 无条件的 假意的 真实的 伪装的 坦诚的 不被认可的 又或者是明知开头并不真诚 结尾却付出了百分百真心的